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上次有跟上禮拜跟同學有介紹到兩個這個部落的文章在這邊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那另外呢 各位也會發現我們在這裡 欸 這個浴網最近它也都會有一個就是E-mail通知你 就是有新的課程啊 像這樣子 你看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這就是浴網的 它會有像這樣子的 比如說 欸 像這個超級英雄的物理學 如果你比較喜歡看科幻片的 它裡面可能有一些 這個像我們一般看到光劍啊 或者是什麼 很特殊的那種就是瞬間移動啊 之類的 它背後有一些這種科學原理的 也蠻不一樣的對不對 跟上一般的物理課比較不同 那這個不一樣的 那像這樣的課程啊 上面也都有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有興趣的 就可以像這樣去線上就直接選修 事實上其實對岸的更多啦 對岸的更多就是大陸的 大陸的它還有好幾個 我最近應該會再稍微介紹一下 我的部落格文章啊 我最近這兩天我再把它介紹一下 因為我發現台灣的跟大陸的比起來真的 課程數量少很多 課程數量少很多 可是好處就是不管你是看台灣的還是看大陸的 沒有什麼語言障礙啦 至少你看就看得懂 好 就看得懂 所以這個是跟各位說明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呢再連結過去的 好